国性党要来了 豆瓣想看人数最多的 是张艺谋导演 雷佳音 张国立 于和韦 周东宇等主演的《坚入磐石》 三年前发布首版预告 开拍完以后才上映 他经历了什么 电影有哪些背景知识 又有哪些看见 新旧两版预告片 有哪些不同 暗藏哪些信息 欢迎收看本期《有备而来》 根据编剧陈宇的一些访谈 金融磐石的故事想法 产生于2017年 这是一个关于警匪和反腐的故事 一年后完成剧本 原本他想自编自导 但是发现这个题材和规模 不是他能搞定的 所以转交给了其他导演 一开始找上了导演杜琪峰 可是因为杜的合约问题 合作搁置了 然后是姜文 但他还在做邪不押正 所以也没有继续 最后 剧本到了张艺谋手里 复杂 难演 不好拍 这些字眼 似乎都透露着 影片题材的敏感度 和挑战度 不过 越老越叛逆的张艺谋 还是结果了这个火 那么 这故事到底讲的什么呢 片方在2020和今年 各发了一百预告 结合两百预告片 和其他的宣传物料 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主演 和推断出大致剧情线 然后介绍一下 然后介绍一下 这个人物看着优先笑领踩刀 这个人物看着优先笑领踩刀 钱外有钱 关上海多关 他们在韩文搞杂事呢 在角色特辑中 他的身份被揭露了出来 黎志田原来是个棒棒 白手起家 到最后成了一个金江式的 算是首富吧 但是他涉黑 黎志田的扮演者于和伟 他以前的代表作有《觉醒年代》 《悬崖之上》 《三体》 《军事联盟》等等 苏建明 政府市长的儿子 杨子 苏建明这个角色 在编剧采访中 被定义为 迟暮年轻人 30岁左右 见识过社会的残酷 没了年轻的朝气 今天你让我来 是个错误 多了个敌人 老板预告中 苏建明有一幕穿着警服 所以他的职业应该是警察 剧情上 应该是故事里的侦探角色 饰演者雷佳音 代表作《人世间》 刺杀小说家 《长安十二时盛》等等 苏的养父 正副市长 他是一个官员 但在预告里 他看起来有些阴狠 我今天什么市长 我都不当了 我掐死你这个朋友 他在面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领导 拉着长枪慢慢说话 永远都有他的那个状 但是和陈冲演的媳妇 和在一起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很暴躁 当然去藏心吧 这个复杂的角色 由张国立扮演 他以前的代表作有 版主 铁纸铜鸭基小兰 金昏 康熙为辅思访记等等 哦 还有这个角色 新版预告片中 还有陈当明的镜头 这在老版中是没有的 可能是新家的人物 另外 他也出现在了导演特辑中 这个戏拍完三年了 特别三年 从标注的字幕可知 陈当明应该是2022年 补拍时加入的 电影的其他主要角色还有 王迅饰演的小混混 周冬宇饰演的警察李慧玲 这事不生了 可以想好 何正军 徐亚军 饰演的两位警察 孙艺舟饰演的首夫女婿 田宇饰演的集团二把手 我没有想当老大的 一眼或一眼跟着大哥都是 李乃文 饰演的集团大脑 要不要宣传宣传 从预告片和宣传物料来看 我们大致知道这部电影 讲的是一个官商勾结 扫黑的故事 可能存在几排势力 至于具体有谁 我们总结了一个关系图 首先是余和韦玲代表的富商集团 他们表面是正经商人 背地却在犯罪 其次是张国立代表的官场 他们和富商集团之间 应该多少有某种交易和博弈 你在我面前 你什么都不是 还有一个是雷佳音代表的警方 他们可能充当的是 带领观众探秘的调查者 而从预告看 警察苏建敏会和养父郑刚吵架 却会和富商黎志田出现在同一饭局 难道这也是他调查计划的一部分吗 前面提到新版预告片多了陈道明 其实两版预告片还有别的区别 比如重点戏份从2020年的局长家庭饭局 变成了富商红米叶火锅 而且新版删去了老版中重庆知名地标千丝门大桥的镜头 郑局长也变成了郑副市长 还删掉了他的方言戏份 似乎是在刻意隐去故事发生地重庆的城市特征 偏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另外关于影片故事的细节 官方在各种特辑中还有更多的信息透露 比如首富李志田为了防止被暗杀 有个细节设计是每晚随机挑选房卡 他就是害怕别人暗杀的 自己又拥有一个人 我要住这层我作为我已经别自由人了 那我就偏偏换换住 他为什么会如此谨慎呢 他为什么会如此谨慎呢 第一下子就变了 那见一见 第二下子变中 半个脸没有凹下 半个脸没有凹下 我拍完看那个监视器 我倒是挺担忧的 就想说我发GP来我自己都害怕 看来这个角色是干了太多亏心事 怪不得住房间都要随机 另一位主演张国立 被花絮记录下了一场有趣的即兴发挥 收获了三百多万点赞 我不让你去你回去呀 你有点智商没有 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 你跟这么一个敏感的人之外 刮瓦刺 你 老演没有喊停你就继续下去吧 你得控制这台词 拿来就藏心吧 我们的电影是什么电影 是杨瓦子 剧门扎子 人物结实 第一次都敢做的更好 前面我们提到 这部电影剧本体型一手 最后找到张艺谋才确定合作 可是电影的曲折命运还没有结束 2019年7月电影《杀青》 接下来就应该是剪辑并上映了 吗 2020年她发布出首款预告片 字幕打出等着上映 但三年过去了 在她后来拍的电影《悬崖之上》 举起手都上映 甚至冬奥会的开闭幕式都结束之后 还是没有上映 2022年9月 电影确认了新的剪辑思路 并迎来了补拍 关于电影《被押三年》的原因 可能就跟前面提到的 题材尺度有关 这个题材不好拍 果然你说的都很对 从预告片可以看出 影片色彩绚丽又有点诡异 夜晚戏很多 相当新锐 似乎比较少有传统导演会这么拍 电影官方宣传无聊说 这些颜色都有自己的含义 比如红代表危险 黄代表杀戮 蓝色是压抑 绿色是邪念 不过 电影中颜色的含义 应该是具体到每个镜头的 这里应该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 其实 对于色彩的运用 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张艺谋 一直有一套自己的法则 红高亮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 满成近代黄金甲中的黄 银里的黑白 还有英雄 用于区分段落结构的 黑红蓝白绿五色 都给观众留下了挺深的视觉影响 不过 之前的张艺谋 更加倾向于用单一颜色 做一个镜头的主色 像这部片这样 在一个镜头里 使用大面积高饱和的对比色 还是非常少见的 这种色彩 给人一种现代感 和有些抽离的迷幻感 通常 都是一些比较新的电影和剧集中 如今的色彩风格是在2021年6月定下的 当时张艺谋 应该正在准备2022年 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凡复扫黑题材 爱看剧的观众可能并不陌生 前有黑洞 高纬度战力 后有人名的名义 狂飙 不过 在大萤幕上 至今没有表现特别突出的 目前看来 进入盘石 跟以往类似题材的电影不太一样 故事质感和色彩质感都还不错 阵容方面 应该也不用太担心 演员演技的问题 现在 我们已经知道了 新旧200预告的区别 影片的一些拍摄细节 以及上映前的故事 不过 还是留下了一些悬念 张国立饰演的正副指掌 是好人还是坏人 鱼和韦饰演的首富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地杀鱼 这两个看上去很有张力的角色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雷佳音饰演的警察苏建敏 在太阳过程中会遭遇什么 新版预告才出现的陈道明 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就需要去到影院一坦究竟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有备而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欢迎分享给你身边 喜欢看电影的朋友 看电影我们有备而来的